这个正在疯狂打掉球的小猫咪 就是拳王手最欠的小猫咪风车车 为了致风车车手欠的毛病 铲使官将小球用强力双面胶粘在桌子上 我还不信了 倒不过啊倒不过 虽然在小球方面风车车略逊一筹 不过风车车与铲使官相爱相杀的日常才刚刚开始 风车车将猫粮全都拨出猫碗 铲使官气得直接不让风车车吃饭 平时手欠也就算了 浪费粮食的事可不能不管 平时给你吃太多太好了是不是 连今天钱都不要吃饭呢 不吃就不吃 最后铲使官还是抵不住风车车的眼泪攻势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离开了妈妈 听不要说了我晓得了 真是受不了苦情细一点 风车车的手欠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不管是什么都要碰一下 铲使官去洗漱的几分钟 风车车就能让一个杯子光荣牺牲 风车车顶上了 正在洗脸的我听到声音吓一跳 风车车不光手欠 嘴也欠 手不能用就用嘴咬 你好厉害呀 世界孤立望人踏西路 被铲使官教训的风车车 满脑子都是怎么折腾铲使官 等下先看他新买的铲 还是现在逼他尿个尿 要不翻翻垃圾桶 踩个沙发 好久没看墙皮了 你会拉在他床上吗 等下他带我出去玩 我肯定问一看 今晚就生个大病 出来让他后悔 铲使官实在受不了 手欠的风车车 为此想了一个以奇人之道 环治奇人之身的办法 从现在开始 他摔我一件东西 我就扔他一件东西 我就不信治不了他这个坏毛病 好 你摔我一只笔 这是你喜欢的球 静言很不屑 好 你摔我一摔我最好 你喜欢的玩具 又摔我一个算卖 你喜欢吃的董干 诶 开始听我诡异东西摔了 给我玩打的是不是 你以为我会怕吗 我也给你玩打的 你的罐头砍下去啊 偷偷拿回来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你怕是不想要你的爪子了啊 我只是生个人呦 斗不过啊 斗不过 铲使官还会学风彻彻打哈欠 那么风车车 这只又可爱又手牵的小猫咪 屏幕前的你们喜欢吗